今天是我们一周国际焦点的时间 我们请到的是 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副教授 李大仲老师在我们的节目现场 同时老师也是中华战略前瞻协会的理事长 老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观众 各位观众大家早安 那这个礼拜要 今天要谈的这个国际大事实在太多了 是是 还是一连串的 真的让大家看得眼 可能讲说瞠目结舌了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然后呢 这个普京马上成立了这个所谓调查委员会之后呢 立刻发动了这个飞弹的空袭 针对乌克兰十多个城市 打下去近百枚的飞弹 我看这个这个弹炉雨下 可以用这样来形容 整个爆炸的画面非常的惊悚 那当然整个大桥被炸的画面 也非常的惊悚 那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北韩也在不断的 这个发射导弹 甚至还有战斗机啊 军舰的这个演习 那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以及呢 就是说蔡总统这次的国庆谈话 也直指两岸之间 这个希望说呢 不要这个打仗 讲白话一点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要的选项 不是我们热见的 我们还是希望说呢 两岸的问题可以和平 而且呢 两岸势必要开始要有接触 那这些事情啊 我不晓得老师 你怎么综合评论 就我们一件件先来谈 我们现在从北韩这个事情来谈 北韩在北京召开二十大之前 这个礼拜天 10月16号 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十次的 全国代表大会 即将在北京召开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在这之前 他不断的频频的试射 这种所谓中程导弹 甚至还有这个浅射的一个导弹 您觉得是不是跟这个二十大有关呢 或者说跟现在目前的 中俄大战有关 还是说呢 他只是针对现在目前的 这个美韩情势 而做了一些动作 您的看法如何 对我觉得这么频密的一个 飞弹试射 应该有后面很综合的考量 当然最近有听到很多 可能他的这个 这种武力的示威 可能跟俄乌战争相关 他可能在亚太地区 有一个牵制美国力量 这是一种判断 判断的一个角度 那我觉得还有一些 比较比较近期的 这个静音 因为我们看到 他的飞弹试射 其实非常的频密 其实去年也差不多 但是去年的密度 没有像今年那么多 去年一月二十号 拜登刚就任总统的时候 其实北韩的动作就不断了 那有很多的一些反复 反复还有高潮跟低潮 但以现在而言 是今年是频密的程度 可能是历史上警戒的 罕有罕见的 因为到十月九号为止 大概是二十五次 飞弹的试射 而且是很密集 然后这个九月二十五号 到十月九号之间七次 那这个南韩新总统上任之后 也不过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 他其实已经是 第十次的这个飞弹的示威 那其中有一次 大家印象会比较震撼的 还是十月四号这一次 那个飞过日本上空 对因为那是中程弹道 飞弹的试射 而且飞越日本上空 其实历史上过去有六次 第一次是在这一九九八年 大家印象应该还有 如果年纪烧场的听众 或观众的话 应该有印象 大浦洞一号 大浦洞一号 1998年第一次 大家就感受到这样威胁 当然这威胁对日本来说 是最敏感 这一次是日本最紧张议题 那其最后一次 在这次十月四号之前 已经是到了2017年的九月 意思是说 这是五年来的首次 飞越日本的上空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 它的影响 飞弹事实的影响是 当然对中国大陆有影响 因为我们知道说 长久以来其实 这个朝鲜半岛议题 其实中国大陆扮演 后面很重要的角色 那因为 其实它跟美国 有共同的厉害关系了 就是支持 所谓的非核化 而且朝鲜半岛和平稳定 其实跟美国来说 中国大陆跟美国 有共同厉害关系 但是一般我会这样判断说 其实在过去 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其实北韩还能够支撑 其实中国大陆的一些 潜在的支持 支援 还是很重要的 因为维持这个 目前的状况 其实就维持一个 所谓的缓冲区 对于北京来说 还是有它的好处 可是当北韩 这个动作很激烈 比如说在搞 这个核子试报时候 所以很多中国大陆的 朋友们也会在讨论说 到底北韩是我们 重要的一个战略资产 还是个重要的战略负债 因为对北京来说 核子试报 核事过去曾经有六次 第一次应该是在2006年 那最后一次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2017年9月 就是对美国来说 是川普任内 那是第六次 那这六次 前面六次的核子试报 其实有四次是在 美国欧巴马政府 执政八年期间 那这种核子试报 其实对美国来说 对北京来说 其实都是不想要见到的 所以北京也在后面 同时会施压北韩 你不能再搞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也迫害 我认为的去安全跟稳定 重要的一个条件 所以这是一个 目前来说一个状况 那这几天还有 其实不止飞 但是其实非常热闹 也包括 这个北韩空军的一个 武力的示威 但一般还是我们知道 北韩空军基本上的装备 或是飞行员素质 其实没有办法跟 应该没有办法跟南韩 或是美军相提兵论 我们看到 在10月6号的时候 当时有12架 北韩的这个军机 飞临的所谓的 跨越所谓的特别警戒线 那特别警戒线 大概是南北韩空军 领空的一个 对南韩来说 是一个比较虚拟的界线 就是它再往北 延伸了大概几十公里 但那一次跨越 所以当时 我们也看到媒体的报道 南韩的空军 这个F-15的机队给上空 就是做一个压制 或至少是个伴随 那是10月6号 可是10月8号的时候 媒体的报道是 北韩的空军带起飞150架 各式各样的战机 150架 那南韩这次出动 是F-35A 因为F-35A 我记得南韩是带买了40架 隐形战机 隐形战机 第五的最好的 那是在今年1月份成军 那150架战机 10月8号这次 它其实并没有跨越到 特别警戒线 但是它是非常的逼近 那也是比较大规模的升空 其实是这种编队飞行的 这种武力的示威 其实是搭配 我们从今年年初到现在 刚讲的各式各样的 短程弹道飞弹 中程弹道飞弹 总共25次 其实它后面就是有一个 就像刚才所提到 它后面动机是耐人寻规 因为如果从短的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说 可能是 你看到美国 拜登总统上台之后的政策 跟过去不同 他不同意川普 因为川普是先硬后软 2017年川普刚上台的时候 是很强硬的政策 极限施压 甚至是因为2017年 北韩作乱 又洲际弹道飞弹 试射8月 然后9月第六次核事 那被联合国 还有美国制裁之后 9月份再来一次 刚讲的 弹道飞弹 飞越日本的上空 所以在当时 2017年的川普 是叫 极限施压 甚至如果我们回顾 五年前的新闻的话 他会透过美国的军方 暗示很多美国 采取的军事行动 包括斩首 但是是一种 释放讯息跟施压 可是到2018年 川普就任后的第二年 整个形势大幅转变 因为第一个是 当时的南恒政府 是这个文在寅 文在寅政策 基本上是希望 两个还能够和解接触的 所以有这样环境的配合 而且川普是比较 弹性很开 大开大合 他愿意见金正恩 所以他任内见三次 2018年6月份 大家印象很深 在新加坡 那个历史性的画面 金正恩 这个金小胖 跟川普的会面 然后后面有两次 所以之后 至少情势是稳定 那接触 但是基本的 这个问题没有解决 可是拜登上台之后 他的北韩政策 是不明朗的 他上任之后 三个月 媒体的这个报导 是已经完成 北韩政策总检讨 但是他没有 很明确的一个迹象 你要对北韩怎么做 所以短程的因素 为什么你看 飞弹试射 空军 但我刚忘了讲 北韩的空军 基本上号称 有1500架各式战机 但是能够起飞作战 大概600架800架 而且他的型号 基本上可能是 比较旧比较老 但是还是这样做 这样做原因就是 表示我的一些不满 所以除了可能是跟 有人认为是 跟恶物战争相关 他可能在这个地方 来帮忙 牵制美国的一个部署 那对北京来说 可能也是一种 我的嗜好 释放的一些讯息 那还有也跟 这个新的南韩总统 我觉得也有直接关系 因为新的南韩总统 他这个 这个引习一月 我们知道他的政策 是他是强硬保守 就是在政策上 更加强调 美韩同盟的重要性 比过去的 这个文在寅政府 那他对于 这个北韩的态度 也跟明显的 跟过去的 这个文在寅不同 他是比较跟美国 站在一起 所以这个 上任后到现在 所以我们刚才讲 有七次 对不起 十次 五月上任到现在 十次 那还有跟 这个美国 跟韩国的关系 因为我们看到 九月的时候 美国副总统 贺锦丽 访问南韩 然后九月底到现在 其实一直都 美韩都在进行军演 联合的 还包括美日韩 三方的军演 一直到现在 所以他也在 对北韩施压 施加压力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还是一个 相互的一种 一种一种连动 就是你对我施加压力 那我对你要展现出 对北韩人说 我也在对你展现出 我的一种战略 和阻能力 那包括我的 这个武力的示威 等等等等 这是比较 比较近的因素 但比较远的因素 我觉得还是跟这个 过去大概十多年 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相关 尤其是美国的政策 我们到现在为止 从2017年 18年之后 川普任务到现在 我觉得只是维持 基本的稳定 基本稳定就是 北韩的动作 还没有超越美国的红线 美国在从川普任务 大概一个 隐而未险的红线 就是不能再合适 因为过去做六次 最后一次2017年9月 你再一次 可是从去年到尤其今年 北韩河市的这种风声 一直都在传 三不时就来一下 都说准备好了 有迹象有动作 不管是美国媒体 美国官方 有这样的一个讯号 风吸礼 对 风吸礼 2017年 最近又在动 又有动作 那动作有动作 其实也传很久了 那第二个红线就是 洲际弹道飞弹的试射 那个可以够到美国 真正比 因为现在这一次 10月4号 只是叫中程弹道飞弹 他大概飞了4600公里之后 也够远 够远 非常够远 其实都够得到 都已经早就超越到日本 对 对啊 所以那个中程弹道飞弹 不会是针对 驻韩的韩国 或是驻韩美国群 至少是关岛 夏威夷 都有可能够得到 慢慢都有可能往后面 而且他还有潜射飞弹 潜射 对 那前两天的新闻里面 有讲到说 9月底的有一次 这个韩国的这个 北韩的弹道飞弹 试射 应该是从水库里面 发生的 泰川水库 9月25号 应该是一种从水底的 就是潜射弹道飞弹 意思是说 我的这种飞弹方式 发射的方式 是非常多元的 因为 可以装到潜舰上 可以 因为之前有 北韩有宣称 他成功 潜射弹道飞弹的试射 那这一次是 根据南韩的 这个后面的 之后的判读 他应该是从水库 打起 往上打 所以这些都增加 包括政策 还有甚至是 你顺利拦截 他这个难度 所以这个就是 因为北韩 整个的军事发展 他有一些 他的强项 第一个 他的陆军的火炮 第二个就是 他的弹道飞弹 包括各式各样的飞弹 这是他的强项 那所以说 那两项红线 到目前为止 其实从2017年 到现在五年了 没有真正跨越 那可是 真正 问题没有解决 因为对于美国 甚至对于北京来说 这个非核化 去核化 是他想要达到的目标 那对于北韩来说 他最重要的还是一个 他希望能够 挣脱国际长期的孤立 跟封锁 尤其对他而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各式各样的经济封锁 我们知道 这个也是 因为北韩的案例 我一直讲说是一个 典型的教科术的国际制裁的案例 就是十几二十多年过去 而且他面临到制裁是 你所想得到的制裁方式 他都被弄过 而且这制裁不只是联合国安理会 包括美国自己 各别国家 比如说欧盟或是南韩 各别国家对北韩 还有其他的制裁 这制裁是不只是什么 金融制裁 贸易制裁 什么资产冻结 或是针对北韩 比较强项的东西 比如说能源的 的这个禁止 还有仿制品 海鲜的出口 还有北韩过去是 在其他国家 劳动力的出口 就是要赚钱赚外汇 还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后面的能 这个原料 装备 零件等等 甚至包括专门针对 北韩领导者的 叫做奢侈品禁运 其实什么都有 而且我们最好笑的地方 是看到联合国安理会 尤其在2017年前后的时候 是最近把他弩装 每一次安理会通过的决议之后 比如说当时美国都会说 或者安理会自己讲 史上最严厉 可是下次都会比 这一次更严厉 所以只有更严厉 没有最严厉 北韩也都撑过来 北韩就撑过去 所以其实历史上 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国际制裁 包括对伊朗 对北韩 或是对 当然还有一些比较 现在当然对俄罗斯 你大概很难发现 任何个你的目标对象 因为国际制裁 而退缩 或是改变政策方向 符合你所期待的 因为国际制裁效果 是非常多元 第一个制裁方 也会受损 就是伤敌一千 自损可能五六百 看状况 看你跟他的关系 第二个是 制裁一个反作用力 就是你反而有可能会凝固 你所要针对的政权 这是很好 诉诸爱国主义 或民族主义 它会产生效果 就团结在我的旗帜之下 对抗外面 那北韩就会这样讲 外面对我们帝国主义 外部势力要动摇我们 要去弄我们 这个是反而会更巩固它 那制裁 第三个作用力就是 你可能打不到 你要打的对象 就是照理说 你要打的是 北韩这个统治者 领导阶层 劳动党 金正恩 北韩的军方 或是认为 你认为是 他应该为什么 什么事情负责包括一些实体 比如说银行 或是负责参与洗钱的 或是军方的企业 国营企业 但是那其实不容易 因为很多时候制裁 可能会打到最惨的 就是老百姓 这是制裁的道德困境 就是你说 比如说能源的制裁 可能最惨的是 一般的普罗大中 中下阶层 那个虽然说你有奢侈品金预 但是我相信北韩的军方高层 跟领导阶层 他不太因为制裁而受苦的 但制裁有个潜在的一种 作用就是 其实他是违反道德 就是民众反弹了 民众过不了日子 所以我可能要把领导阶层推翻 像伊朗这样的情况 对 但是我们看到这么多的案例里面 北韩也没有 就像刚才所讲 北韩也没有这样子 真正低头过 他的政策是反反复复 他这么严格的社会控制 民众怎么造反 民众很难造反 对 没错 伊朗也是一样 严重的 非常严格的 扩及到每个层面的社会控制 对 这是两难 但是从欧巴马 欧巴马当时政策 我们叫做战略耐心 就是他 你看任内四次施舍 但他基本上老臣在这 他说 我不急于跟你谈 因为 北韩到底要什么 包括这一次 假设他有帮着俄罗斯 来分散美国的注意力 或是在亚太地区 宪制美国 可是北韩自己要什么 北韩要的东西 就是直接跟美国谈 所以2006到03到 过去曾经有的 朝鲜半岛六方对话 那不是北韩最要的一种形式 03到080之间 北韩一直要的是 我跟美国直接谈 而且我要得到东西就是 在政治外交上 美国要承认我 就是他们讲美朝关系 美国跟北韩关系 真正的正常 漫向正常化 而且美国要对我保证 你不能用武力侵犯我 美国从来没有 没有这样做过 这保证 还过去曾经 有一段时间里面 北韩是被美国 政府列为是 这个恐怖政权 什么知恐 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要把那东西拿掉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地方 就是说刚讲到的制裁 但这制裁其实 为什么会说 这十几年 十多年来 没有任何的进展 就是西方跟美国 或是中国大陆想要的 趋核化的竞争 其实没有 2017年到现在 没有任何的半步 因为北韩 这个就是我认 我有时候会想到的 就是北韩要的 其实美国不能给 而且里面应该有 太多拉扯的力量 很多拉扯的力量 你看中国的拉扯力量 俄罗斯的拉扯力量 南韩对美国的拉扯力量 各方的拉扯力量 让这些事情 都不可能达成 都很难顺利的达成 因为对北韩来讲 就是说核武到底 对北韩的意义是什么 因为一般人 我们会认为说 当然一定是交易的筹码 对不对 因为我有这些东西 我三不时弄一下 对不对 施舍一下 对不对 有时候过日本的上空 有时候不过 那盒子吃饱 应该是终极手段吧 是手段 如果你真的打来 是筹码 对 但是这个东西 最后美国跟国际社会 要的是 你要把它去除掉 你要把它能力废止 不只是设施瓦解 你要把这就是往 所以美国一直在讲的是 叫做 他名声成绩有改变过 但基本上是 完全可验证 不可逆的去核化 英文是CVID 完全全面 可验证 就是我们能够查核 不管是IEA 国际院计刑中枢 或是我们到第一 我们美国或是国际社会 派员到实际做实地查核 第三是不可逆 就是你不能够来来去去 一下我今天把这地方炸毁 一下我又开始可以重启 这不行 但是这个地方就像刚才所讲 到底核子武器对美国 对北韩来说 是工具 是筹码 还是他已经跟自己的生存 绑在一起 如果是绑在一起 基本上我让到一定阶段之后 我是不能再让他去的 可是美国跟国际社会 要的就是你完全 把你的手臂给卸 把你的绑子给卸下来 金正恩的保命符 我就是保命符 对就是保命符 我心上了一个保命符 如果没有这个核武的话 谁都可以把我金小胖干掉 就是你谈到最后 假设到那一步的时候 对北韩来说 还是一个很重大 因为是你的生存跟保命符 可是美国 或是基本上国际社会 要的是这个东西 那 这个北韩所要的东西 美国也不太敢给啊 就是说我如何确认你 对啊 他给了北韩 他怎么对南韩交代 对啊 我怎么给你 他怎么对美国 美国国内的民众 跟国际舆论交代 我觉得真的是 所以是 美国要的北韩无法给 北韩要的美国也不敢 所以就是个僵局 僵局十几年到现在 看起来全世界很多僵局 这些僵局到底有解没解 我们等一下再请 酒吧旋软台 财经起床 好 我是代班主持人阮木华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是淡江大学 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 李大仲老师 这个李老师刚分析了 北韩的整体情势 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了解说呢 到底现在这个金正恩不断的 在射飞弹 到底背后的目的是什么 或是说呢他的这个战略的方向是什么 那当然对美国来讲 这件事情也是蛮棘手的 就是说美国怎么去处理到恰恰好 那如果说 他这个处理的太用力的话 恐怕会激发这个更多的东北亚情势的紧张 我想这也是日本美国不热见了 那如果说他太软弱的话 恐怕也被人家看扁手脚 说你看拜登就是这么软弱的一个 所以说他必要把这个分析拉得非常的恰当 我看这个事情很难 马上又面临到美国的其中选举 另外对于这个北京来讲 那当然北韩是一个可用的棋子 如果说呢 今天北韩拥有这个核武能力的话 对美国来讲 对日本来讲 对这个所谓美日同盟来讲 都是一个威吓能力 对不对 那当然这个可被操控在北京手里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那至少他是一个棋子 但是反过来您刚讲说 平朗离北京这么近 那这个旁边有一个核武能力 那对我这个北京会不会造成威胁 这个当然会不会反时到这个北京 我想这个北京也要去思考 他们能控制住这个金小胖 那对俄罗斯来讲 当然他能利用就则利用 对不对 对他来讲 更是一个大棋子了 这个是牵制美日的 因为美国而日本跟俄国 还有这个北方四岛的问题 所以这国际之间的角力跟纷争 牵扯的力量非常多 那回到南韩的部分 也会看到 当然南韩有美国的驻军三万多人 那同时呢 南韩也需要这个美军 这个去防御北韩的侵略 或者说呢 这个两韩之间的一个问题 可是一方 另外一方面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影席月好像感觉 他上来之后 他虽然是很亲美 但事实上 他有很多议题上面 他其实也不是这么 完全听美国的话 比如说那晶片的四方联盟 你看到影席月 他其实还蛮多的这个角力的 就是没有那么顺从 而且先前还传出一个影片 说他去骂那个拜登是兔崽子 这个事情 当然他说我不是在骂 我不是在骂美国总统 我是在骂这个韩国国会 说韩国国会是兔崽子 那这个被录音录下来 然后被拍到了 所以你可以感觉影席月这个人 其实他基本上 他有很多考量 是站在韩国自己本身的 这个经济 或是战略立场来考量 不晓老师怎么看这样一个情况 因为美国一定是按照自己的 这个最重要的利益做考量 那也会对南韩施压 但影席月目前来说 他这个承受到美国蛮大的压力 所以看起来目前有点在用拖字诀 因为大概没有短期之内 大概没有很很棒的一个解套的方法 但是因为这还是牵涉到自己的经济 自己的 凯利是三星 都是最最关键的 那你如果轻言让下去的话 就是说你现在负责的 你要的怎么讲 你要负责的还是韩国的民意 韩国的利益 那虽然韩美关系 韩美同盟一直是 韩国在安全政治上最重要的一个捧盟 那在安全上毫无庸置疑 所以这也让影席月陷入他的一个困境 比较麻烦的地方 因为在选举的时候 你看他的一个政策 基本上就是要跟美国坚定的走在一起 他稍微要修正或者调整 过去文在寅时期的路线 可是选后好像不是这么回事 选后他 因为现在就是美国直接施压 其实应该不止韩国了 整个区域国家多多少少 在不同的议题领域 会受到美国很大的压力 台湾当然也是 那台湾当然还同时面临到两边 中国大陆 但是这个影席月陷入 目前的做法是如此 但是我刚刚讲的意思 是说他要负责的对象 是韩国的民意 跟自己的一些综合利益的考量 就是不只是单边 单纯从韩美之间的这种 纯军事跟安全同盟利益做考量 尤其韩国的经济 你看多大成分 握在三星海力士 现代这些大集团首帝 三星跟海力士 在中国大陆的 那个记忆体的生产 那个规模是非常大的 如果一旦受到 这个晶片同盟的限制的话 等于说这两家公司 在中国大陆的记忆体 要全面撤出的话 那对这两家公司来讲 影响非常大 就是直接冲击韩国 自己的经贸力 经济力 他恐怕在这方面 他也不能手软 对 至少我对国内有个交代 拜登你还是要给我一些 比较多的一些空间 跟转换的余地 对 那提到三星海力士 跟听众朋友报告一下 这个礼拜 美国会进入到财报中 小摩 花旗 富国 大摩 都会在10月14号 公布第三季的财报 另外呢 这个礼拜 今天 南亚科 明天普瑞KY 10月13号最重要 大力光台积电 10月14号 美国的重要银行股 一连串的发布财报 就刚讲的那些银行 在10月18号是高盛 还有呢 这个科技巨头第一家 就是Netflix 10月19号是IBM 10月20号是特斯拉 10月21号是Intel 10月25号是微软跟谷歌 10月26号就苹果 要发布财报 这是非常重要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呢 看起来美股也会受到重大考验 以及呢 11月初 联准会即将举行 下一次的议席会议 预期现在目前升三马的几率 已经达到80% 那回到老师这边 我们再继续谈另外一个话题 就是这个 克里米亚大桥被炸 那乌克兰马上就说 是我们干的 他也不否认 而且他是从总统府的 这个顾问 对不对 讲说是我们干的 那这个已经是 很明目的 就是说 很明白的摆明了 就是说 我其实不是只有 要把我的领土收服 甚至我要 直指克里米亚了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 俄罗斯的杜马 马上就说呢 这是宣战的行为 因为我们知道 乌尔战争打了这么久 事实上两国 还没有宣战 他们其实没有宣战 我想这个 我们的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 可能不知道说 这两国打了 已经快一年了吗 事实上他们 从开打到现在 是还没有宣战的 一个状况 那杜马说呢 这是一个宣战行为 是不是 把这次的战争形势 因为这条大桥的被炸 而拉到另外一个层次了 我觉得目前 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 因为的确像这个 最难以寻味的地方 是10月8号被炸 那一开始 乌克兰的官方的讲法 是没有马上正式承认 他其实都讲的是 话中有话 这个 而且泽伦司机顾问也说 刚开始而已 而且他说 这个本来就是不公不义 我把这个领土多回来 也是刚刚好 这个桥 那还有包括他很多这种 我们可以看到 乌克兰的官方 有刻意把它跟 今年4月份的时候 当时我们应该印象很深刻 俄罗斯黑海舰队的旗舰 莫斯科号 他是被两枚乌克兰的 这个反舰飞弹 对 给击沉 他把这些事情相提并论 所以这一次 其实对乌克兰来说 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 我应该没有说 很闪定截截说 我干的 但是基本上 从这些蛛丝马迹 还有包括乌克兰的官方 军方 更是如此 但是 大概意思就是说 逃不了就是我 对 西方媒体已经讲说 是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局干了 对 那俄罗斯目前 在普丁已经咬定 第一次是恐攻 那第二次 他的这个调查委员会 也特别讲说 这后面就是乌克兰的 这个军方跟情报部门 所策划 那参与者他说 有俄罗斯的公民 还有外国人在里面 那还有很多的细节 他到目前为止 他没有完全公布 他只有公布 这台所谓的车辆 之前在通过大桥 引爆之前 他的一些足迹 他说 最新的这个消息 传出来是两台车 对 一台是这个大火车 他说呢 因为要经过这个大桥 要上桥之前 要经过这个检查 对 所以那这台车呢 他其实是没有装 引爆装置 他是载了这个 什么可燃物之类的 另外一台车呢 他是有这个引爆装置的 对 所以他们 这个真的是一个 非常精心策划 对 等于说呢 一台车通过安检 因为他没有引爆装置 可能就是一些 燃料之类的东西 就让你过 另外一台车 是有引爆装置 所以两台车 在旁边 一台爆了 另外一台就跟着大爆 而且呢 上面还有火车 是油罐车 刚好 刚好这个油罐车 都在上面 所以一下爆了 从下面的空路 爆到上面的铁路 因为它是两层 对对的 七节 所以爆了整个是 一发不可收拾 那当然现在是部分 又把它通车回来 可能还是有些 载重的限制 但对俄罗斯来说 当然是一个警示 因为 其实克里米亚大桥 成为目标 已经讲很久 其实乌克兰之前 就有多方暗示 俄罗斯也不是省油灯 他其实之前说 我们有多少的防护装置 还有海豚军 海豚军 还有蛙人 要检查桥墩的安全 还有应该也在附近 部署A400 防空系统 这个防空的阵地 也包括针对 无人机的各式各样的攻击 还有上面的检查校 刚刚讲的安检 还有这个监视器 等等等等 就是为了要准备 有可能乌克兰发动的攻势 那这一次 不管这个多么的精进策划 但最后还是成功了 就是俄罗斯如何的 这个意义就是对乌克兰来说 代表说 没有什么地方 我不能做到 因为而且这个叫克什大桥 或是简称克里米亚大桥 其实它距离前线 克里米亚再往前线 至少还100多英里 但这个地方代表说 也不是安全 因为在之前 我记得8月份的时候 其实当时克里米亚的 俄军的空军基地 也被攻击 还有燃料库 油料库 当时俄罗斯官方讲法 是云弹风轻 意思说 这边里面自己引爆 很出事 但是大概都认定说 这个是乌克兰的 这个飞弹攻击 所以已经没有太明显的前后方之分 那加上这个大桥 有象征意义 还有很重要实时意义 就是因为它的确是在2014年 这个俄罗斯拿下 这个占领克里米亚大桥之后 它才加速这个建造的过程 但投入的资金 至少30多亿美金 它是先通公车 公路 公路地方先通 大概是在20 这个201 我看是2018嘛 20185月是公路开通 当时不是 这几天新闻画面都有 普丁拆了卡车 很符合它的风格 那桥很长 很长 20几公里 对啊 将近19 20公里 那201912月是 是铁路部分的通车 那它当然在海的中间部分 大概10公里 但这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它是一个重要的书写 生命线 那没有 在今年2月没开打之前 就是对克里米亚最重要 因为铁路的 因为俄罗斯非常仰赖铁路的运输 包括军事 装备 后勤 包括粮食 能源 等等等等 那2月底开打之后 那这条 这条 这个克里米亚大桥的重要性 更重 因为它等于是向前方补血 尤其是乌克兰南部战区 就是这个 现在当然 大家关注的重点 包括赫松 赫尔松地区 然后普京要把这个国防部长拔掉 这个事实是真的 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节目现场 98新闻台 FM98.1 财经取床号 我是代班主持人阮木华 今天帮封印代班 刚刚8点45分 台子齐开盘 这重叠437点开出来 指数开在13251点 在上周的收盘 指数是13688点 这个跌点 跟跌幅 远远超过上周五 到周六 清晨收盘的台子齐夜盘 台子齐夜盘 是跌了277点 跌幅是2% 但是今年一开盘出来 大跌400多点 跌幅超过3% 这跌是非常的重 就是说今天期货 完全反映了这两天 我们双十年价 那美股的重挫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了 就费半尺 这个连续两个交易 跌掉10% 台积电的ADR TSM 在费半30成分股里面 一个重要的成分股 也是反映台积电 今天可能开盘的 股价的一个指标 也是重挫10% 另外呢 纳萨克指数呢 连续两个交易 重挫5% 美国的科技股 纷纷破底 比如说MD 辉达 这些半导体股票 真的是跌到 惨不忍睹了 这个MD居然今年跌幅 已经达到60% 而且是再创今年新低 包括辉达也是 当然这就造成了 今天台股 这个期货开盘重挫了 当然我想台股 影响的层面 还不止经济层面 包括政治层面 各方面层面都有了 不过今天 我们可能没有时间讨论 这个我们继续来请教 李老师 在谈刚刚讲的 这个乌俄战争的形式 我们知道 俄罗斯的整个 现在目前看起来 战争形势是不利的 俄罗斯看起来是 节节败退了 而且失守的 这个土地面积 非常的多 已经是几千平方公里 一直在加 然后我看到这两天 外电的报导说 普京挣钱大换将 说把这个北线指挥官 给拔掉了 将军拔掉 然后要这个南线指挥官 这个将军去统筹 整个乌俄战争 另外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邵伊古也有可能会被拔掉 不晓得这个所谓 挣钱大换将 那这个普京到底他打的算盘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直接反映出 暂时面临到新的转折 就是从主要从八月底 尤其到九月初开始 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 基本上是往后撤 那还有包括之前 好不容易占领的利曼 也是一个东线的 这个交通运输的重点 而且之前传出来是 差点要被核为 大概里面有五六千名的俄罗斯军队 那最后应该是撤出 南部战线在这个赫尔松地区 也是大概这两天新闻 也是丢掉 俄罗斯再度丢掉 一两千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过去其实 我们知道从进入到 所谓俄罗斯宣称的 特别军事行动第二阶段开始 大概从四月份开始 那五六月 它明显比较有多的斩获 但它每一天平均 它推进都是非常缓慢的 都是步步为营 蚕食侵吞 可是我们看到 从九月初到现在 它丢掉的这个土地面积 都是大快的 而且时间非常迅速 所以这有可能就是 普提面临到一些 它的压力了 就是你必须要调整 你生前的这个指挥官 而且从二五三次老师 说到现在快八个月 其实这样的换人 其实过去一直都有 那也有包括一些 我们看到它 高层指挥的降临 有大概比较确认的 至少也好几位阵亡 包括少将层级 中将层级的指挥官 这个在其他的战争里面 或是我们说 比较熟知的历史 或是西方 包括美国 是非常非常罕见 那尤其是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它的这个阵亡数目 虽然没有一个 真正的确认的数字 但是我们看到 对比过去在冷战期间 当时的苏联去打阿富汗 将近十年的战争 它没有像现在 几个短短八个月之内 有这么大人数的阵亡 还有伤亡 还有高层指挥官的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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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 当然我们也知道 其实乌克兰的方面 也是损伤很惨重 但对俄罗斯明显 现在是战事不利 所以他往后收缩 然后同时他也做 挣钱换家 而且他还有一些压力 就是我们看到 哈尔科夫往后撤的时候 当时的车臣 这领导人 他之前是一直是 非常维护这个俄乌战争 那他又出来讲话说 这个前线指挥官要负责 你怎么可以这样 大规模的往后撤 他甚至还鼓励 普丁说你要动用核武 他其实讲的就是 北线指挥官 北线指挥官 又被拔掉 被拔掉 因为俄罗斯每一寸土地 他打下来都花了很多的代价 包括很重的火炮 密集的设计 五六月特别明显 可是他丢掉真的是 速度非常快 你看北边已经 北方战线是好几千平方公里 南方两千平方公里 所以这个整个未来走势 是对他不利的 那您觉得这个战争 会演变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要说俄罗斯完全溃败 我觉得也没那么容易 或是像最近的这个风向 就是乌克兰这个世纪大政 步步禁闭 有可能会很快大规模收复 接下来的土地 甚至包括克里米亚半岛 我觉得岛未必有那么的乐观 收复克里米亚半岛 应该是莫斯科完全不可以容认的事吧 其实都 对啊 对啊 那2014年都到现在 那因为不管如何 俄罗斯在整个乌克兰境内 它的正规的部队 大概还有十多万人 那还不算他的这个乌东地区 这些所谓的亲俄罗斯的武装 但现在已经是属于俄罗斯一部分 俄罗斯自己这样认定 还有包括像车程少数族裔的部队 所以你要他完全崩溃 完全这个战线崩溃 或是自己撤手 撤离 我觉得也没那么单纯 我看那个外电分析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部队 是所谓的合同兵 那他真正的所谓的义务兵 义务役的兵 一百万的正规军 现在都还在俄罗斯的境内 都没有动用 那这个是真的吗 是这个如果是真的话 那普京的算盘到底是什么 应该是说俄罗斯 他的正规部队应该有超过一百万人 但正规部队里面的战斗部队 可能就四十多万人 那四十多万人 他是因为俄罗斯的领土 领土非常的辽阔 他不可能完全的投入 而且一开始他没有把这个 所谓的这个 这个义务役放进 放进俄乌克兰的阵场里面 所以很多人一开始在讲说 你明显兵源是不足 而且一开始俄罗斯摆的那个阵势 如果是在去年年底到今年月份 他其实在 克里米亚方向 东边还有北部地区 他总共也是排列在十多万人 这十多万人要兵分四五路 也很吃力 包括基辅 所以当时人家说他的算盘 可能是想 低估乌克兰 速战速决 包括不见得是要进入基辅 但是我保持包围态势 就是以战必合 速战速决 但很明显 两三个月后知道 这个状况不对 他没有办法达成他的目标 那这里面考验出 他的这个动员令 因为动员令一开始 大家会猜 你明明需要动员 你的战斗部队不足 因为乌克兰不是普通国家 他至少人口也是个中等国家 土地面积可能欧洲第一 他的这个正规部队也将近快二十万 其实跟你投入的 一开始投入的部队数目是差不多 那你一直不动员 原因只有一个 你不希望打扰一般的俄罗斯的 一般家庭的生活 你怕避免 因为动员令让民意的支持 掉下去 但你打了七个多月 到九月底 你才发动所谓的部分动员令 很多人说就是代表他 不得不得选择了 因为一开始判断说 撑到最后都不会 那你动员令下去 二三十万人进去 你要直接投入 投入战斗 其实没那么快 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说 就是兵源不足 而且你的装备打的 也耗损非常严重 普京也下不了台 普京现在就很 但是现在俄罗斯的 有代表抗议示威 跟开战时候 比起来那个范围比较大 但是你说有没有到 风起云涌串联 好像又不至于 那除非是俄罗斯 普京自己下 要不然就被弄退班 否则就是他在位 他应该就继续升到底 而且和谈几率是零了 最后一个问题 很短时间请老师 您的评论是 这一次OPEC减产 是不是拜登的一次 外交的大挫败 我觉得算 我觉得是的 因为他这几个月 来处心几率 因为从俄乌战争之后 因为他要制裁俄罗斯的能源 要补缺口 他大概就想了这几个 第一个就是释放自己的战略出游 第二个就是他把眼光放在 OPEC里面的重要国家 包括沙利亚阿拉伯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甚至他之前还把眼光放在 比如说委内威亚 已经被你制裁到很惨 而且委内威亚的石油的产能 非常有限 但弄了最后之后 那10月5号 这是OPEC Plus的决定 基本上对拜登而言是失败 可以从白贡官员的讲话 非常的严厉 他甚至说 你们基本上就是跟俄罗斯 在一起 又说别人短视尽力 主要是因为 美国跟沙利亚阿拉伯的关系 这两年不好 尤其拜登在选总统的时候 就骂太凶 他的基调抬太高 你选后要修 因为哈少吉事件 你选后要修回来 好不容易弄出个 7月份的中东行 已经延迟 去两个国家 以色列跟沙利亚阿拉伯 你谈的就是这个东西 可是当场别人 并没有语诺你 你陷入道德两难 所以看起来这次 拜登确实是 吃了一个外交的大败帐 非常谢谢李大宗老师 谢谢